怕辣買家連環撻訂 辣椒出了不久 已經天天都有人追貨 但總有人不能吃辣 明明擺進口都逼著吐出來 藍田居屋康華園 有個買家10月中 以290萬買入中層575呎單位 誰知一到11月就要撻訂 原因是做不到按揭上不到會 包括訂金和佣金虧7萬8千元 前派樓價不斷追落後 天水圍嘉湖山莊都有這些個案 這位在同屋院都有個單位的買家 10月中以300萬買入 樂湖居低層708呎三房單位 簽了臨約給了10萬元做訂 同樣一到11月就撻訂 原因是怕政府的辣椒會打倒樓價 所以主動取消交易 加上佣金兩個星期不見16萬 以上故事告訴你 衡量過真的付不起錢 不用沖大頭價 虧少少離場好過啦 既然有休息 既然有根品 原來自薄草 既然有書房